对于哈利夫妇的举动,Trual TV的首席执行官尼克布伦将哈利拿来和爱德华巴士夫妇做比较,并预言,在十年之内,哈利夫妇必然会销声匿迹。 其实哈利王子和爱德华巴士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为了爱人离开了王室,同样是在离开王室之后成为众叛亲离之人,同样是以消遣王室的方式捞钱。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布伦告诫哈利王子,如果哈利王子不积极挽回自己与家人的关系,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众叛亲离的人,也会变成一个极雷尴尬的人,就如同爱德华巴士那样。 在众人的印象中,爱德华巴士是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君主,他为了迎娶三婚的华里斯,新土森放弃了王妹。 也正是爱德华巴士这个没有担当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差点毁灭了英国的君主制。 作为君主的儿子,以及未来君主的兄弟,显然哈利王子并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如果他们实在觉得王室生活并不适合他们的话,当初他们完全可以专业的精神和女王商议解决方案,而不是单方面的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自己辞去王室高级职务,这样的做法只能说明哈利过于幼稚以及没有担当。 再不然,他们也可以选择默默地离开王室然后再安静地生活下去,而不是在余下的时间里通过王室招牌到处圈钱。 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离开王室的哈利夫妇将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拟定如何挣钱的计划上,而非养育孩子或者其他慈善事业上,究竟是什么让哈利王子放弃了亲情呢?金钱还是痊愈呢? 如果是戴安娜的死和王室有关倒是可以理解,换作其他理由都是无法接受的。 在离开英国这么长的时间里,哈利从未考虑过回英探望年代的父亲,相当初即便是在菲利普亲王病重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没有推迟专访的打算。 他可以乘坐私人飞机参加马球赛,但是却不能乘坐包机飞回英国探亲,这一切都在表明对于王室的任何一个人他都毫不在意,所以哈利王子和威廉王子的关系能闹到如此地步也不足为奇了。 在哈利的人生中,除了有过几年的伏兵役时间,他的一生都在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他无需支付租金,也无需为账单烦恼,所有的东西都是深受可得,所以哈利才会理直气壮地啃老,而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感恩之心。 让人奇怪的是,如果真正爱一个人,就应该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但是在结婚前,哈利并没有将王室礼节,规矩告诉梅根,这就直接让梅根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当中。 在王室家庭长大的他,应该告诉梅根什么才是真正的王室生活,嫁给王子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会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这才是做丈夫应该做的事情。 就算是阿琪王子头衔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避而不谈,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如果不是过于害怕梅根离开,那就是哈利王子正在密谋着什么,不然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 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他,不该抱怨父亲已经取消了自己的王室津贴,他也曾幼稚地抱怨父亲不再接听他的电话,他是否觉得通过这样的抱怨就会改善父子关系呢? 他们已经拥有了太多的东西,这是我们普通工薪阶层的人即使努力了一辈子也得不到的东西,但是他们的欲望永远也无法满足。 毕竟,人心不足舌吞向,就如同爱德华八世夫妇那样。 爱德华八世人以为在退位之后依旧可以和弟弟平分天下,他还可以掌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甚至还向乔治六世要求一同管理康斯沃尔公国。 爱德华八世天真的以为自己对王室仍有重大的影响,但是他不知道的是,退位之后的他只不过是一个人人喊打的退位之王而已。 一边在享受着自由,一边又无法将曾经拥有的利益放手,这是哈里和爱德华八世最大的诟病。 如今,哈里仍然可以消费王室,但是十年之后呢,他们还能有多少资本可以消费王室呢? 人们早已厌倦他们反复炒冷饭的行为,布伦预言哈里夫妇将会在十年之内销声匿迹。 就如同爱德华八世那样在一个租来的房子里,天天做着自己的春秋大梦,然后在闲言岁语中痛苦地死去。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与往年相比,王室成员所参加的活动次数也有所减少。 但是与其他人相比,安妮公主出席公务活动的次数依旧是最多的。 根据统计,早在2020年起,安妮公主共参加了233场王室活动,其中有98场是亲自出席,这里包括了开幕式、体育赛式、音乐会还有慈善活动等。 没有亲自出席的活动是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她只能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进行参与。 2022年4月,72岁的安妮公主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履行了近25000英里,前往澳大利亚履行王室职责。 这次旅行,在四天内参加了20多次活动。 2022年11月,她全月共计参加了34王室活动,平均每天一次,强度达到最高。 长公主安妮在2022年履行王室职责的次数比查尔斯王子还要多,查尔斯总计参加了181次王室活动。 按照统计,2017年,安妮公主出席了455场官方活动,那年已经67岁的安妮公主出现在了英国的每个角落,她甚至还抽出时间来参加了另外的85场国外活动。 安妮公主已经是连续多年的王室劳模,对于安妮公主的勤奋和认真,王室评论员是这样说的,安妮公主总是跑遍全国,我为她一天之内能做这么多的事情而感到惊讶。 就按照出场次数来说,在很多时候,作为哥哥的查尔斯国王甚至比不上自己的妹妹。 即便是在威廉和凯特面前,安妮公主依旧饱刀未老。 在威廉王子和凯特正在全心全意地陪伴孩子时,安妮公主就早已经在出席公务活动的路上。 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英国王室在国内外还是有很高的地位的,王室成员参加的各项活动也都很多。 尽管去年因为女王的去世,王室活动数量低于前几年。 安妮公主作为拥有空军元帅军衔和28个军职的王室成员,也经常到英军各级各类部队参加活动,支持英军的全面建设,对军人,军人家属和退役军人提供支持。 但是,她也是女王唯一一个没有贵族头衔的孩子,就因为她的女儿身。 她是英国长公主,是安妮公主,也是爱丁堡公爵小姐,但是她没有任何的贵族头衔。 因为传统的重男轻女规定,所以作为女儿身的安妮公主没有任何贵族头衔。 古老的王室规则明确说明,只有男性继承人才能继承各类贵族头衔, 因此,君主的女儿们只有公主头衔,而非公爵或者伯爵的贵族头衔。 受到此类规定的影响,安妮公主的孩子也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贵族头衔,以及王室头衔。 所以,安妮公主的孩子不会是王子,也不会是公主,与女王其他孙辈相比,他们只是一个平头老百姓而已。 不过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安妮公主的英国女王想过要给安妮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授予贵族头衔,但是这个好意却被安妮委婉地拒绝了。 在孩子们出生之后,安妮公主再次婉拒了母亲的好意,因为她不希望这些虚无的头衔束缚了孩子的自由,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没有负担成长环境中长大。 有些人习惯性炫耀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有些人为了争夺名利而不择手段, 而有些人则选择默默地做事不求回报。 而安妮公主则是这第三种人,也正是这种安静做事不求报答的孩子最让人心疼。 安妮公主并不是心思细腻的人,她是一个既直率又真实的人,所以她从不向自己的父母抱怨自己的不满。 但是安妮公主的努力被伊丽莎白二世看在眼里,所以她总会特别优待自己的女儿。 安妮公主虽然是全职的王室成员,但她并不是直系王位继承人,所以得不到哥哥那样的待遇。 因此伊丽莎白二世会从自己的私人账户中拿出二十二万八千英镑补偿安妮公主, 这笔钱甚至比安妮公主所领的今天还要多得多。 不过,安妮公主曾说过自己不想增加内税人的负担,所以她尽可能地会省下每一笔钱。 安妮公主则是英国王室中为数不多的会做公共交通工具的王室成员,并且她的衣服一穿就是几十年。 即便是身为王宫贵族的王室成员,居住的条件也不都是高大上的,大部分的王室成员依旧依靠租借的方式住在集体宿舍里, 他们每个月也需要向王室上缴房租。 但是宠溺安妮公主的伊丽莎白二世在很早之前就花费了上百万美元为女儿崴下的一处房产, 如今的安妮公主在工作之余就会回到她的加特科姆公园享受天伦之乐。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